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属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 我是你的好朋友天天 谈恋爱本来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可是有些人却罹患了恋爱恐惧症 很渴望谈恋爱,但同时又很担心很害怕谈恋爱 在面对恋爱恐惧症 我们怎么样发现问题 进而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亲爱的听众朋友 上一次呢,透过沈佳仁老师的分享 我们知道,原来害怕恋爱 这个背后的因素呢 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 而多半的原因呢 跟我们的成长过程有关 有许多负面的感受 不断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累积 以至于在面对亲密的关系 我们会害怕 那么这些问题往往都是日积月累的 我们应当怎么面对 要怎么解决或者是改善它呢 以至于可以帮助我们 不论是在谈恋爱 或者是面对亲密关系 使我们不会害怕受伤害 今天就让我们透过沈佳仁老师的分享 继续来探讨这个问题 我是沈佳仁 是想真正贴近你心里的家人 是与你每个礼拜在空中相约 柯林多前书十三章 求自己的益处 容易发怒和常常计算人 对我们不好的事 记忆往往是选择性的 在努力的父母难免有疏忽的时刻 同一个家庭的孩子 听到父母同一句话的反应和解读 都会有所不同 而我们往往记得对我们不公平 亏欠得罪我们的事 和批评我们的话 却往往忽略忘记了 别人曾经接纳我们 肯定我们 对我们好的事情 负面的思想 往往主宰了我们对事情的看法和感受 以至于反应 我们先假设了 别人会拒绝我们 所以我们就因为自我保护和防卫 而表现出了 先拒绝别人的一些 令人难以接纳的态度和反应 使得别人真的拒绝了我们 这便使自己陷入自设的困境中了 但是不知道你是否想过 事实上有的时候 别人的拒绝有可能 不是因为我们的缘故 而是对方的问题 这些拒绝我们的人 可能是父母 兄弟姐妹 主要照顾我们的人 老师或是同学 以及现在身旁的朋友 或是交往的对象 他们有拒绝的言语 态度行为 有可能是她今天的心情不好 或是她的想法和喜好 和我不一样 也有可能她并不够了解 这整件事情 又或许她本身 其实就是一个很麻烦 很难搞 很挑剔的人 也可能她也有她自己生命中的问题 而不是我们自己不可爱 不够好 而如果我们的自我形象和自我价值 是从别人的眼光来决定 我们大概会随着别人的心情 喜好 我们的价值就跟着起起落落 而事实上 真正能够决定我们的价值 和形象的是造我们的神 从她的眼光中 我们对自己 才会有合乎中道的看法 也就是不高抬自己是完美的 但也不低估自己 是完全没有价值的 我们是按着上帝的形象所造的 当我们回到她的眼光中 和信靠她的时候 我们可以活出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来 她爱我们 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 就定义爱我们 愿意为我们而生 而死 而复活 使我们凭着信 可以领受她白白赏赐的救恩 然而我们也的确时常 陷溺在软弱和罪中 所以我们并不完美 以至于我们不能容许 别人有批评指正吗 然而别人的批评 其实也有她的主观 和个人的喜好不是吗 而我们的确不可能 得到所有人的喜欢 这才是对自己 合乎中道的看法 和对别人有合理的期待 所以费利比书说 凡是真实的 可敬的 公义的 清洁的 可爱的 有美名的 若有什么德行 若有什么称赞 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 也说 要靠主常常喜乐 常常数算上帝的恩典 数算和为自己所拥有的存感恩的心 中国人说 相由心深 一颗喜乐的心 能够使我们由内而外地散发出吸引人的特质 被拒绝是人生当中会有的事 但不一定是自己的问题 更不是世界末日 我们可以觉察和选择停止自己的负面思想 按着事实真相 检视自己 以求改进 但是也接纳尊重别人 可以有他们自己的意见和喜好 更接纳自己不是完美的人 但是 却是被神所爱 所宝贝的人 家人要邀请你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你是按着自己的形象 造我们的主 并且定义拣选我们 乐意赐下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 以及丰盛的生命给我们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为这听众中 害怕谈感情 害怕面对拒绝的 每一颗受伤的心来代求 过去他们生命中 所经历的痛苦 你都知道 我求你 当他们回忆起过去受伤的 情境的时刻 当他们流泪伤心痛苦的时候 我求你医治的大能 临到每一个向你呼求的心 你怜悯恩待 安慰 保抱他们 更帮助他们愿意 定义饶恕 伤害他们的人 释放他们的心 不再被苦毒仇恨所捆绑 以至于能够健康自由地表达 和回应情感 以及爱 我求主赐福带领他们 更多更深地来认识你 以至于看自己 可以看得合乎忠道 能靠着你 活出你真理的人意 与圣洁的形象来 谢谢你 垂听我们的祷告 祷告是奉 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是家人 愿成为你的家人 愿你成为基督家的人 非常高兴透过 真爱QMA 沈佳然老师的分享 让我们来了解到 害怕谈恋爱的背后 其实呢 有比我们所想的 还有更复杂的因素 而且往往呢 跟我们的成长过程 跟我们小时候的一些 生命的经历 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呢 也透过家人老师的分享 让我们看见 无论过去 或者是现在 我们的心里面 有什么样的伤害 我们都可以来到 上帝的面前祷告 寻求上帝的医治 在圣经里面 告诉我们说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我们可以在 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中 成为新造的人 甚至过去 破碎的生命 过去伤心的事情 过去让我们觉得难堪 甚至是羞耻的事情 如今可以成为一个 祝福恩典的记号 恩典的出口 我们可以用过去的 生命的经历 来祝福别人 来帮助别人 甚至我们也因着 过去的经历 我们成为 更有智慧的人 耶稣是我们生命中的主 祂可以改变我们 祂可以扭转一切 我们只要来到 祂的面前 寻求祂的帮助 我们就能够来经历到 就是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我要送给你 这首好听的歌曲 主已经爱你 如果你有任何话 很欢迎你来信 跟我聊一聊 跟我谈谈心 或是进入 救恩之声的 网络留言板 留言给天天 祝你平安喜乐 我们下回空中再见咯 拜拜 打开你的心 主已经爱你 不管你有多少怀疑 他爱是为了你 在创世之前 他就已决定 在你一生中将最好的祝福给你 不要再忧虑 不要再封闭你的心 牺牲地爱是他意 完成地决定 在那永恒日子里 无人能夺去你 无意是无能是你 与主的爱隔离 不要再封闭你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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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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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